这真看出来季节到了 这买的蒜放不住了 生芽子了 既然它生芽子了 咱直接给它发蒜苗 这个就相当的随意了 这个不用发了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了 这种发芽的蒜 在吃生蒜就不好吃了 瘪了 把这些个外边的皮去掉 然后掰成几个大块 放在里面 倒上水 放在一个有阳光的地方 看看这是前几天发的蒜苗 今天咱给它搅了 这就是屋里温度不够高 发的程度不一样 有大有小 今天咱做一个打骨面 用的是玉米面条 而且是鲜的 给大家看看啊 咱是纯玉米面条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啊 这个颜色老黄了啊 就跟东北玉米那个黄是一样的 而且它布含椒非常的筋道 最主要是我们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6个月 它用的是石油酒精防火 我们打开之后 嗯 一股酒精味 我们用水泡一下 这是一道的量 我和套哥就够了 我们用手啊 把它搓一搓 在这用水泡10分钟 鸡蛋 打三个鸡蛋 涮了些沫 fate 打掌 鸡蛋 好 好 所以 欸 開水下面 水開煮三五分鐘就熟了 玉米麵條好了 這非常筋豆爽滑 這鮮零零的小魯子 割上兩勺子 還是自己家發這個小蒜苗鮮的湯 那 畢竟這是好幾頭蒜 再加一袋兩大碗 放煮都沒地方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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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老爽滑了哦 不粘腸 嗯 吃了 這魯不能剩下 多來點 魯都不花錢 嗯 就這新鮮發出來的這個植物啊 好吃 嗯 沒有西蘭花 不能吧 牛羊早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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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